在学校来说,今天有172宗阳性情报 过去七天有77间学校有两个,或者多过两宗的个案 我们今天建议以下这间学校的班级需要停留一个星期 就是圣药室英文小学的6C班 它有3个个案在过去七天 总共6C班有27个学生 变异病毒株来说,我们今天新增多了一些变异病毒株个案 有38宗是Omicron的怀疑BA点2.1、2.1的个案 有4宗就是和之前那个基湾小学 已经知道的个案的,他们的基因分析 初备已经是怀疑BA点2.1、2.1 其中包括了两个家人 另外我们有25宗个案 就怀疑是和这个在一间食股有关的个案 包括了一些24个顾客和一个家人 就没有去到的 这间就是在海港酒楼在新界屯门石牌头径1号 卓尔居第三层的3.1、2号铺 那些个案都是6月16号的夜晚 在那一刻大概是6点后在那里吃饭 那他们大概在6月18至20号之间 就开始发病 还有后来检测是阳性 另外我们昨天有两宗是 怀疑BA点2.1、2.1的个案 住在大兴村兴泰楼 其实他们都是曾经在同一间食股 同一个时段吃饭的 那现在我们和这个食股相关的个案 暂时就有26个顾客 和一个紧密接触者 那我们的同事和联同食环署 基点供业署的同事 就现在落到食股那里 就看看情况 不是只有2号铺 所以我们和这个换住 有数换的 不良是有数换的 我想看到是 在宁针 里面的 里面的 我 在宁针 我也 可能